貓哥在山上執, 在海裡執 在防波堤裡執 他們很辛苦幫我們處理 我們自己製造的垃圾 為什麼要這樣? 一直執的時候, 一直體驗到這件事 其實不是這麼簡單 而且腰部也很累 我問過貓哥, 你這次執完之後 下次回來是否同樣會有垃圾? 不同的, 會有不同的垃圾走出來 其實它不斷無限輪迴 執完又有, 執完又有, 執完又有 我一直執的時候, 一直覺得憤怒 我就問貓哥, 你的感受究竟如何 他說, 不是的, 子善, 好玩的 但其實在我的角度裡 完全不覺得好玩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但這種就是好人的世界